其实我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也会去磕别人 烧水壶这个泥石 就是水温是要开了之后 才会有烧水壶的声音 三宫的wave 其实我说是 因为头发颜色主要就是好看嘛 你说头发能有什么意义 也没有意义 不喜欢做什么 但喜欢叫 蜡吧 大家好 我是胡叶涛 高先生说喜欢尖叫吧 不喜欢做什么 但喜欢叫 不开心 不开心玩手机 我想想个白色 因为我感觉很酷 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因为头发颜色主要就是好看嘛 你说头发能有什么意义 也没有意义 最近有点忙 没有太多的时间说 我再准备一个vlog 过段时间就会停下来之后回去想 美妆这个是已经定了会拍 白切黑是什么意思啊 简单点就是反差是不是 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说 你就足够有了反差 才会吸引到别人 因为我就是一个不想让别人看到 我就会觉得我是什么样子的人 因为这是一个给别人惊喜的过程 江苏啊 应该改成江阴 但也一样其实 但是因为我是江阴人嘛 但江阴属于江苏 下次应该改成江阴 胡叶桃人间水蜜桃 我要为我的老家就是 对对对 你真的在展示多元的自己 我们看见了 对 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展现自己 不断的发掘自己有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你在综艺节目里要做的东西 你不能一成不变的就把自己掏空展示给别人看 因为这是对你自己的消耗 也是对喜欢你的人的一种消耗 母爱辩知什么意思啊 哦 多好看一个人就嗓子不太好 这是真的 三宫的weave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三宫的weave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不急救啊 但只是就是可能你情绪到了 你突然怎么累一下 然后他们就说三宫weave 但我其实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希望如果有人录视频 我也想看看到到底是什么 想听胡叶桃烟嗓唱rap 节目里的rap都太短了 没听过马上就来了 陶队茶好像很了解 有什么推荐吗 绿茶呀绿茶最好喝 我觉得它是改变我之后整个人生的一次机遇 因为如果没有通过短视频的爆火 大家关注到我就不会有之后的老板来找到我 开始我的练习生涩呀 今天站在大家面前 大家好我是因为在饮品店打工而一条爆炸的胡叶桃 所以我觉得说它改变了我整个人生 因为其实这不管说我当时选择做网红还是什么 都是一个在消耗自己有量的过程 但我想在消耗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 选择当艺人这条路就是在不断地填充自己的内容 我觉得艺人两个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人这个字吧 因为意说实话只要是个艺人你就必须要有艺能这个东西 但是人这个字我觉得说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做到的 我觉得就是能够影响到粉丝吧 作为一个艺人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带领着粉丝积极向上 因为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你有足够的影响力去影响他们 所以说要带动他们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跳舞吧还是在不断地学习 因为我给自己的底线就是要是做这行 最后真的就是做不出来什么 我们就当个舞蹈老师继续跳舞 我觉得说肯定是值得的 因为参加初来的过程就是一个一开始相信自己 然后在过程中可能有点找不到自己迷失自己 到最后又坚定地找到自己 我觉得长发短发其实就是我一个内心感觉的一个外在物化的表现吧 其实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也会去课别人 有一次不是那个就是大家交换礼物那一期吗 我跟奥斯卡前面其实是周柯宇跟傅斯超 然后我就在那儿起哄我就在那儿瞎叫 然后这个我想说傅斯超因为他是 他是一个很喜欢音乐 然后我就在尖叫我说啊什么我就故意起哄 然后过了三秒就过力火 三二一到我自己头上来了 但是他们都在旁边嘲笑 他说你看吧弄到自己头上了 学习吧 因为你从一个节目出来了之后 你做其他的一些事情会比你以前来说好做 所以说你更懂得说你要做的方向是什么 接下来会有很多的领域我都要去设计 我觉得说就学无止境 每一个方面我都想去尝试 你其实现在以上在路哥的期间 大家会是什么 六月底前 辣吧 辣吧 神秘也蛮好的 其实用神秘也蛮好的 因为不是说这个事情是神秘的 而是说我哥本身是神秘的 希望别人因为什么是喜欢你 重新认识自己的勇气而喜欢我 坚定做自己的勇气而喜欢我 因为我觉得说 最开始吸引大家的肯定是你一个人的外表 但我希望大家在认识这个人外表之后 又能深入的去了解他的各个方面 烧水壶这个你就是水温是要开了之后才会有烧水壶的声音 所以说现在就是我异常的冷静就开不了 所以就简单的说个晚安吧 就是晚安 其实你说实话 你晚安的时候真的要别人跟你说话 根本就不需要 用女生的声音唱丢了你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Bongji的粉丝朋友们 大家下次再见 我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都能收到我满满的真能量 在以后的日子里努力发光发亮 嗯 可以啊可以没关系 都可以 第一期一下 送给我们的 傻傻故事 我们就OK了是吧